你好 欢迎收看4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太鲁阁号出轨意外酿50死的悲剧 除了工地主任李逸祥及驻守陶役移工 华文豪两人设过失致死已遭羁押之外 花莲地检署大规模搜索了11处 带回14名相关人员厘清李逸祥借牌过程 9号指挥了廉政署带回负责编坡工程主办的 花莲公务团工程师潘唐毅 公务团长戴金元 副团长林峰正 还有施工主任雄德玉等5名台铁员工要厘清案情 到底有没有借标这个事情啊 有没有借牌的标案 为什么要突然还工时间啊 太鲁阁号事件有关工程采购弊案的关键人通通到齐 华联地检署主要是要厘清承包商有没有涉及布法 全案以扩大朝公共工程弊案方向侦办 黑豪在9号凌晨2点55分时 律师陪同下进入侦察庭 经检察官审讯后凌晨4点以违反政府采购法裁定300万元交保 而妻子儿子媳妇则是无保赤回 黄平和同样以违反政府采购法裁判500万元交保 但因财产查封改为降保400万 黄平和儿子黄文利则是违反税捐基针法 有人在凌晨5点半时筹到25万元到地检罚警示缴交 过了半小时之后 黄平和儿子在清晨6点带400万元交保黄平和 而此次的专任工程人员杨金朗日前曾受访 与东兴营造已经拆伙 但这次还是提供甲级技术师挂牌 一业务灯载不时以5万元交保 在凌晨1点左右儿子前来交保 黑猴林长千的300万一度筹不出来 就在9号上午10点多亲友带钱前来交保 本案目前仍然持续的侦办当中 如果有进一步的侦查情形 会立刻向社会大众说明 工程车落轨 害泰鲁格列车撞上 造成50人不幸罹难 花林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联阵署 搜查相关公司及住家共11处 约谈查证人数持续增加 虽然悲剧已经发生 但至少彰显出来的问题 要迅速的将它解决 记者综合报导 戴着口罩面对提问不发育 快步走进花莲地检署 他就是台铁花莲公务段 施工主任熊德玉 因为泰鲁格事故发生后 李一祥关键的第一通电话 竟然是打给他 而面对台铁花莲工程涉及弊案 地检署丝毫不敢大意 结束承包商东西营造调查后 目前已经动用连政署 准备将触手伸向台铁 全案扩大侦办 随后台铁人员和花莲公务段 主办工程师潘唐义 公务段长戴京元 副段长林峰镇 还有联合大地安全卫生人员张简 都被约谈 事故现场工人灰汗工作 由于接下这次标案的 承包商必须有甲级执照 为了得到标案 只有已级执照的李逸祥 似乎动了脑筋 即使透过有甲级执照的 东兴营造拿下标案 最后再转包给自己 这回太鲁阁这么一撞 真相还没解开 就已经撞出案万案的复杂内幕 因此花莲地检署 在9号早上也传唤多名 台铁员工到案说明 检方大动作约谈 而且不断向上延烧 从逸祥工程到东兴营造 甚至联合大帝都在侦办设程中 就是要在未来 向大众解释清楚 这不能办上台面的政商关系 记者综合报道